在枪口位的K是同色 选择跟注 我们上次A们也选择用A10杂色选择跟注 还有Jack会盖掉了他的圈八杂色 皮特杰城这里一对六也是可以选择跟注的 进去买Set 在短牌中 你手中的对子击中暗三条的概率是远远待遇在长牌中 我们看到庄位是一手无敌大的牌 这里做一个非常合理的挤压 在有三家已经Limp的情况下 做一个50万到60万的加注都OK 78万 非常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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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地重 面对一个庄位的SQUEEZE 直接跟注了78万 我看这个Tentoron他选错招式了 他应该要像昨天的PeterJ10一样直接O in 他对手说不定 直接O in就扣不动了 太多了 但打一个78万这么重的注 都会得到K10的支付 太延迟了 太凶了 我看下这个翻盘 来张Q的话就上了 这边AA级很难打的 如果这边如果他凶一点直接当被O in的话 因为他没有什么89的范围 直接O in 这边如果还会加到78万 它范围其实很明显嘛 要嘛就是AKAKAK的重牌 那其实就像我讲的 我就觉得他这边当被O 哇他还是抓了 那肯定要抓啦 最初的范围 最初的形象太松了 对啊 但是你会看到短牌就是这样子 先放进去的优势非常大 因为他即使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 中了一个中队 面对人家的超队AA 都依然有27%的胜率 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底池 底池里面现在是拥有749万的筹码 这把谁赢了谁 就去不离这 如果转盘来一张Q的话 就更具吸剧效果 看一下 好一张8 我们的AA目前 我们AA目前是有82%的赢率 可是发出9的话就会分钱 对 有14%的概率分钱 看一看这个749万的底池 花落谁家 REVOKING 一张K 哇 真的是 Lion是一个 真的是 斗士啊 虽然是非常的非常的凶延迟 在排斥好的情况下是 连续的先翻对手的巨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